這首歌是一首很特別的歌 因為這首歌的主角都在現場 然後現在有點緊張 那這首歌是這首情歌 然後它其實是一個禮物 然後比較輕鬆的可愛的一首情歌 然後其實是我曾經就是在那個 中山藝的安理病房明初 然後那時候是因為就是有一個護理師 然後邀我去他的病房 然後就是他會拉小提琴 拉起來給他病人聽 然後我就去他的病房演出 然後就是我們一直有很好的聯繫 然後有一天他告訴我說他要結婚了 因為他跟他老公其實是來聽我演出認識的 然後我就覺得其實是個真沒人 真真的沒人 然後就問我說能不能因為這樣的機緣 然後聽他寫一首歌 然後他們就覺得真的是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也很喜歡他們 那就在寫的過程中就是需要很多的資訊 就是問他那你們有沒有什麼相處之間的什麼事情啊等等 他說好像都有點平淡耶 就是可能去吃碗麵然後去散步 然後啞了一隻很可愛的貓 然後就在家騎貓 然後就是 就是一些就是諸如此類的小事 就是感覺得很平凡的小事 可是就是我就一邊寫 然後一邊又覺得 一邊就越寫就覺得 其實這些平凡看似平凡的小事 其實那還都 就在我們每天的生活裡面默默的發著光 就是他其實就是有很深厚的情感在裡頭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的人 所以當時也平凡的小事顯得不平凡 所以就這樣子把它寫成了這首歌 因為老公本人是一個建築師 所以那時候就一直用我的想法去想說 如果我是 我自己也是可能一個很理性思考的人 那也許就是遇到真愛的時候 我就會什麼都不管 這首歌叫他說 這是我們務實的愛情 這個講答OK嗎